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對如標題 一個相機 相機詐騙 那這個相機詐騙其實蠻有 蠻有名的 就是都是一貫手法 而且我不懂的是為什麼 騙了這麼多次還要用這個方式繼續 詐騙 可能就是因為還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我差一點了 就差一點 這個故事要從哪邊說起 就是從我最近在賣我的相機 就是HS-II 要淘汰了相機啦 那這時候呢我在網路上賣 不久呢我就收到了一個消息 就是從mail上收到了 那這個是英文的 就是說又是個外國朋友 我不覺得奇怪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賣相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外國朋友很喜歡買二手相機 跟二手相機周邊幾乎全部都是外國買的 有時候我還會覺得 會為這些外國朋友捏一把冷汗 就是說呢我之前賣相機賣設備 他們都是直接先匯款給我 我就覺得你們這樣不會被騙嗎 就是假設我不寄貨給你 那不就尷尬了 大多都只會講英文 如果是在報警啊 或是幹嘛的 其實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回到今天的主題 那就是說 他就加了我的Line 然後我們在Line裡面聊 他想要買這個相機送給他美國的兒子 好那我就覺得 欸這個蠻酷的 這第一次遇到 然後我就等他匯款給我 我就給他的帳號啊 對他就 後來他就給我一個通知 問我說 你在Mail的部分有沒有收到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被扣款 然後你只要寄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他的款項就直接撥到你的戶口裡面 如果Google上面沒有顯示 這是一個危險信封 或許我真的 會真的寄出去給他 很奇怪就是我慢慢突然想起來 他為什麼連相機的問題 什麼都沒有特別的去詢問 後來我就想說 我還是查一下好了 我把他的名字複製下來之後 加個詐騙兩個字之後 我就發現一大堆 一大堆 這一類型的詐騙手法 還有包含我在網路上查相機詐騙 類似的文章 像是消失的A77 都是外國的子子 跟外國的兒子 這一類的文章 那後來我就直接跟他講 那可不可以就是先負貨款之後 再把貨寄出來 那講來講去 他就是堅持要用他這個方式 後來我就 我就不理他了 那不理他之後他也沒有下文 如果他繼續問 其實我先寄箱子箱給他 我如果寄出之後 他確定匯款進來之後 我再寄相機給他 不過他後來沒有繼續詢問 那應該八九不理十是 是個詐騙 講英語的不一定是詐騙 因為其實我賣過好多是講英文的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有這種特殊方式 特殊付款方式 那大家就留意一下 是不是 真的是詐騙 OK 拜拜